好 我们看一下啊今天我们说这个道德界限法律法规啊占16%也就是16道题的一个考点 道德这一部分呢比较有意思啊这个对于英文好的同学非常容易 对于英文不好的同学非常的难啊因为他没有什么太特定的一些关键的词汇 基本靠理解而且用的词呢这个和我们医学没有太大的关系啊 所以这个对于英文好的同学呢是一个非常加分的这么一项 基本上英文好的同学什么都不学这个道德法规啊基本都没有问题 因为差一点同学基本其他的都很好啊就是道德法规一看就头疼 所以呢还是要多看看单词啊这一个部分没有什么太复杂的理解 但是呢单词需要的这个单词量还是蛮多的啊 而且有一些单词呢可能并不是我们平时太常用的词 这个他分为几项啊分为这个道德的行为 专业的界限啊违反道德治疗关系啊双方的关系双重关系 这个性行为不当法规啊按摩的范围专业的交流保密协议 还有一般的规则啊分为这么几个部分 我们计划呢用这个斯汤克把它介绍一下啊 今天呢我们介绍前三项 好大家跟着我看一下啊 A项目叫做esco behavior behavior行为 啊esco就是道德 道德 所以这个词啊大家必须要认识啊 这里面很多词都是必须要认识的就要下下功夫 那么一看到道德我们就知道他问的就是一些什么东西啊 就是我们按摩行业当中应该遵守的一些事情啊 除了法律法规之外啊 人情世故啊都是什么 我们看看他给的例题啊 这个大纲当中认为什么是道德行为 好第一个例题 massage therapist calls of esco esco就是道德 call的是这个法规准则啊 就是道德准则 share 共享分享 which of the following principles 共享哪些原则 也就是什么是这个道德法规 简而言之就是什么是这个道德法规 他给了你三个项目 大家看看是什么啊 confidently 保密 scope of practice 实践范围 an informed consent 知情同意 也就是在大纲的这一道题当中 实际上就是一个概念题 他问你什么是道德法规 道德法规都包括什么呢 你的保密 也就是为客人保密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客人的知情同意的行为 还有你的实践范围 scope of practice 实践范围 就是你要做什么 你能做什么 那么从这道题大家可以知道啊 这个scope of practice是包含在这个道德行为 以内 也整个的道德行为 包含这个实践范围 它有一个 范围区分的问题 那么这个呢 是需要大家理解和记忆的 没有什么逻辑性 你说为什么就他就是他也没有 这个都是一些死知识 什么是道德行为 就这个保密性 实践范围 知情同意书 保密性不用讲了 这个大家都知道 什么是保密 客人的隐私 不能透露给第二个人 你知道就好了 对吧 这个不能讲 客人跟你讲了一些很私密的事情 客人本身有一些很私密的事情 你以为 按摩这个行业呢 都是比较隐私的 单独在一起 所以这个 我们不能泄露给其他的人 那实践范围呢 就是我们在做按摩的时候 应该做什么 可以做 而知情同意是很关键的一个 Inform constant 尤其在这个西方社会啊 对于这个客人的知情同意性 是非常非常重视 是非常非常重视的 也就是客人来到这 他找你做按摩 你打算怎么样给他做这个调整 你要和他讲清楚 让他要知道 比如说举个例子啊 我们来了一个客人 说拔罐子 我们有copping的这个服务 拔火罐 前两年就非常实行啊 像这个菲尔普斯啊什么的 奥运冠军都去拔火罐 美国人突然之间也实行起来了 都喜欢拔火罐 那么他来问 你这个按摩诊所 有没有拔火罐这功能呢 有没有copping呢 他说有啊 可以啊 好 你就给他做了 拔完火罐之后 我们后背上有很多这样的紫色的 这样的这个皮肤变化 拔火罐之后 他说这怎么回事啊 拔完了这个颜色的呀 你说你早告诉我这个颜色 我就不拔了 对吧 尤其女生我喜欢穿露尾装 这个我怎么出门啊 搞得很不高兴 搞不话告你 这个就属于一个知情同意的范围 叫Inform Consulting 你在给他拔火罐之前 你一定要告诉他 或者给他照片演示 有可能你的皮肤会发生这种皮肤的颜色的变化 你同不同意 你如果同意 我给你做 如果不同意 那你就不要做这个 如果有这么一个步骤的话 他就不会有不好的影响 这种事实际上是 在我们的这个诊所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阿姆店里会经常发生 包括做Deep T-show 包括做Sewish 包括做任何的一个手法 可能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不知道这个会对我产生影响 我不知道这个会疼 那么一般如果出现这样的争执 高尚法庭 那么败诉的基本都是我们的阿姆士 你没有给人家知情同意 因为我们是专业 客人不是专业 所以他来到我们的诊所 你要告诉他 你会做什么 你应该做什么 而不是客人要求做事 那么你就可以做什么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好 我们第二个例题呢 我们看一下他说的是什么 Accept 设置 After commonly accept Moral Guidelines Moral也是道德的意思 大家拿个小笔记本把这记下来 Ascos 这个是道德 那么Moral也是道德 这两个是可以互换的 一定要注意这个 Moral也是道德 道德的一般准则 Guidelines for professional conduct is not as 这个行为 专业的行为被称为什么呢 Code of Escos 道德准则 实际上这道题 就是一个文字体 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就是考你这么认识这个字 只要你认识Moral 就等于Ascos 这道题就解出来 如果你不认识 那你就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 所以这个是一个纯粹的一个文字体 这个要记 那么他还有另外一种变形 叫What is safety 什么是安全的 和这个符号是和 Moral Guidelines of Massage Service Conduct 什么是安全的和道德准则 对于这个按摩师的这个行为 那么是一个道德准则 实际上他就是问你这两个字 认不认识 没有更多的 没有更多的这个逻辑性的东西 好 那么再看下一个 这道题呢 最近好像不是太出了 但是呢 大家了解一下 A summary A summary All 或者 Outline of the standards to which Massage Service Agree to conduct Their Massage Practice With a Declination of Expatible Excel And General Practices Of Professional Behaviour Is 一大堆 说什么 治疗师同意 进行按摩实践 并可接受的 道德的 一般的 这样的专业的行为 是什么 说一大堆废话 啊 英文好的同学 这个一看就知道 说的是什么 啊 前头都是一堆新公子 英文差一点的同学呢 大家就记一下这个 Ascol 啊 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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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道德 看见道德 我们选道德 就好了 啊 对英文差一些的同学 只能建议这个了 嗯 我不觉得大家是有实力在 一两个月当中 能够把所有的英文单词 都记下来 都认出来 但是没办法 只能是这个样子 碰上了 我们就 走一个小捷径 看见道德 选道德 就只能这样 啊 那么理解上 他就是形容 道德准则是什么 让客人同意 这个证明 接受 职业的准则 说了一大堆形容词 啊 这个大纲啊 是什么 概念的性的东西 好 我们再看下面一个 他说的是 A professional code of 一个专专业的道德规范 提到了专业道德规范 那么对于专业道德规范 他给的一个对应的关键词是什么 我们看一看 the most 最 最的 什么呢 EFFECTIVE F的最有效的 TAU工具 a practitioner 这个按摩室 can use 能够用于 to set boundaries bundaries RIES 或者是 B-O-U-N-D-A-R-Y Boundary 这是 避讳的 关键词之一 啊 界线 设置一个界线 and the province problem with the client is 一个按摩师 最有效的 能够用于 设置一个界线 和保证 不出问题 对于客人 这种东西是什么 是一个 专业的道德规范 所以对于道德规范 我们看到了 它对应的 关键词是谁 设置一个界线 set boundaries 好 到这位置 我们看看这个 Code of Estes 道德规范 对应的关键词 都有什么啊 保密 实践范围 知情通义 道德的另外一个写法 道德本身和设置界线 这些都是我们道德准则 这个是要理解一下 什么是一个界线 这个界线是什么 为什么他说 可以防止发生问题 保护我们按摩师自己 这个叫职业道德界线 这个叫职业道德界线是什么 好 现在问问大家 大家对这个职业道德界线 是如何理解的 谁能跟我讲一下 对于这个界线 界线有很多 大家可以慢慢想 慢慢总结 然后我们后面的课程当中 会一个一个的都说出来 到底什么东西算界线 什么是行 什么是不行 一般来讲 我们就看这个准则 保密 跟保密有关的 是不是保密 客人的一些隐私的东西 对吧 客人的所有的隐私东西 包括他跟你说的 他知道的 你看到的 这都算 实践范围 有同学说了 我们这个阿摩师能做什么 不能做什么 能不能建议这个医生 或者我们能不能给他整理这个谷歌 这都算一个职业范围 包括我们的时间 还有知情同意 这都算 都算很多 我们以后慢慢总结 慢慢看 对 首先呢 对于这个道德 职业道德的事情 大家要以理解为主 然后单词 记忆为辅 我们首先要知道这个道理 才可以好好的去做这个题 好 我们再看下一个 A client 一客人 ask a practitioner out on a date Date D-A-T-E Date Date是什么 是约会 不是日子 是约会 Date 在这个美国这边 约会就是Date 不是me 不是见个面 是Date out on a date 出去约个会 客人啊 找这个按摩师 出去约个会 这种情况可经常发生 这个时候呢 The practitioner explains 这个按摩师呢 解释说 That is inappropriate Approved 是适合的 允许的 Inappropriate 是不适合的 to date A client 但是按摩师啊 不适合 或者不被允许 和客人去约会 The practitioner is following following 就是跟随 follow me 就跟着我 following 跟随 这个按摩师 跟随了什么 实际上 就是遵循了 一个什么原则 道德准则 道德准则 啊 我们第一个部分 讲的全是正能量的 就是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对的 一个按摩师 被客人要求 出去约会 那么他说 我不适合约会 这个是遵循了 一个道德准则 大家理解 这就非常容易 没有什么难点 实在是看不懂 你就记住了 Data是约会 一看到约会 这就属于道德问题了 不管他约还是不约 都属于道德问题 好 那下一个 下面这两道题呢 挺有意思 它有一个新的名词 啊 叫 esco dilemma 道德困境 这什么是道德困境呢 听上去很别扭的一个词啊 道德困境呢 就是 你不想做 这件事 啊 但是呢 又不违反什么 法规规定 啊 这个就是道德困境 你觉得你这个身份不适合做 啊 不愿意做 这个道德困境 咱看看都是一些什么事啊 a practitioner 一个按摩师 went to a school care summer and demonstered the massage profession 一个按摩师去一个 学校 什么学校啊 这个是 护理 啊 护理 护理研讨会 职业护理研讨会啊 做一个demon demon就是展示 啊 展示 展示 这个按摩的这个专业 在美国经常会有这样 高中毕业 到高中去啊 职业学校到高中去做演示 人家你看我们这个按摩学校不错 或者我们这个美容学校不错 你们毕了业之后 如果要不想考大学 可以来我们这继续深造啊 学个一年半年的 然后你就可以去工作了 啊 这个就是做一个demon demon就是展示 这个时候呢 the instructor instructor就是教练 学生当老师讲 instructor就是老师的意思 这个老师呢 ask the practitioner ask the practitioner ask the practitioner 就是要求 啊 这里面不是问 ask the practitioner 就是要求 要求这个按摩师 to do 就做一个shoulder massage on a student 他给一个学生做一个肩膀的按摩 what is the condition for practitioner 这种情况 对于按摩师是属于什么 他给你的答案 叫道德观景 大家想一想 我们是来做给学校做推广 给我们的专业做推广 我主要是来讲授这个事情 和学校的一些安排 让大家了解这个事情 并不是给你做这个工作的演示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老师 就是这个学校的老师 要求给学生做一个肩膀按摩 这就属于既不违规 但是呢 又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 这个就叫做道德观景 那么对于这种题 大家可以理解 要求一个按摩师 做了一些什么事 这个事又并不是 你应该做的 就是道德观景 一般情况呢 他都是以这个 给学生为例子 按摩师 给学生做一个按摩 大家想想 这可能就是道德观景 如果英文差一点的同学 就根据这个来判断一下 一般就是给一个学生 或者给一个同事做这个 好 那么下面这个题呢 跟那个差不多 A practitioner does a profession at the public's middle school 一个中学 公立的中学 Every day 一个展示的这个演讲 about massage as a profession 一个专业 按摩专业的一个演讲 the basketball coach 一个篮球的教练 coach教练 ask the practitioner to do a massage on one of the student 他说让一个按摩师 去给一个学生运动员呢 做一个按摩 this is example of 这个是属于什么 也是道德观景 就是我本来是做推广的 你一个教练 让我给你的这个学员 或者给你的运动员 做放松来了 对吧 你又不是聘我过来做按摩的 这个就属于道德观景 这种题呢 出现的不是太多 不是太多 大家呢 了解一下 一旦看到这种行为 就到学校里面去 做一些什么事 然后又要求这按摩师做什么 基本都是属于这个道德观景 大家了解一下 哦 这是这么个事 这种例子比较特别 好 那么第一个部分呢 我们说完了 这个就是属于一般的道德行为的一个概述 下一个呢 叫做 professional boundaries 专业的界限 它是专业的界限 我们专门看一看 对于专业的界限 它是怎么描述 它如何去描述 这个专业的界限 在教学大纲当中 给大家提出了几个例题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例题 就which of the following 以下哪一项 is the best difference 哪一项是一个 against transference and countertransference 这两个字 大家看一看 一个叫transference 这个东西叫疑情 countertransference 反疑情 前面就加了一个counter 就加了一个counter counter在这里面是动词性违反的意思 违反的意思 违反这个疑情 就是反疑情 提到了两个专业名词 疑情和反疑情 那么这个疑情是什么意思呢 疑情啊 就是我们在做按摩的时候 客人 对按摩师产生了一些想法和感情 或者是感触 他的思想上有变化 这就叫疑情 那么我们按摩师对客人产生一些情感上的变化 就叫做反疑情 大家只要把这个记清楚 基本就没有问题 要分析主体是谁 疑情是谁情感有变化 反疑情是谁情感有变化 把这个一点要搞清楚 搞清楚啊 你说这两个词呢是很专业的一个啊 心理学上的一个名词 叫做疑情和反疑情 他给的这个例子是什么呢 哪一项是对抗着一个疑情和反疑情的一个例子呢 叫做manation professional boundaries 保持一个专业的界限 这个就写得很明白了 我们让自己有一个专业的界限 来防止这个疑情和反疑情 就是我们是专业的 我们看到的客人 就是一个我们需要给他做肌肉调整的这么一个人 不能带有任何的感情色彩 不管这个客人是如何 他有什么反应和变化 我们都不应该有任何的反应和变化 这个就叫做一个professional boundaries 专业的一个界限 我们是没有任何感情在工作当中的 才能是正确 好 我们看下一个例题 a practitioner senses a client as the expressing transference 一个按摩师呢 感觉到一客人啊 正在经历一个疑情 正在经历一个疑情 就是他感觉到这客人啊 好像对他有一些感情的变化 无论是喜欢还是愤怒不喜欢 都算作感情的变化 他有这个感触了 这个时候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the best appropriate for the practitioner to take 以下哪一项是最适合这个按摩师做的呢 mention clear professional boundaries 保持啊 mention保持一个啊 清晰的专业的界限 我们简称为保持界限 你只要感觉到客人有一个疑情 那么我们怎么样 我们就要保持界限 对于这种题啊 大家一看到前面 按摩师客人有一个疑情 大家知道出现问题了 这个时候后面有最好的best 什么什么什么按摩师要怎么做 肯定就是保持界限 没有别的做法啊 好 再下一个就很具体了啊 前面是两个告诉你大概啊 有疑情怎么算啊 你怎么样对待这个疑情晚疑情 你要保持界限 下一个告诉你什么是一个具体的例子 after a massage 在做按摩之后 the client 这个客人 give the practitioner a kiss on the cheek 给了这个按摩师啊 一个吻 在这个cheek是脸颈的意思 就是在脸上 清了一下 啊 这客人给按摩师清了一下 突然间清了一下 the practitioner feels uncomfortable 感觉很不舒服 this is an example of 这个是属于什么 他给你答案叫boundary crossing boundary是界限 cross是跨越跨过 交叉 所以这叫跨越界限 无论是按摩师亲了客人一下 还是客人亲了按摩师一下 这都属于一个跨越界限 而且明摆着告诉你 这个时候按摩师还不舒服啊 我不喜欢我不接受 这就更是一个跨越界限 这个属于一个客人跨越界限 客人其实也应该保持这个界限啊 那么再举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就更普遍 a client 一个客人want to hug the therapist therapist就是治疗师 一个客人想要去hug是拥抱 拥抱这个治疗师 after a massage 在做完按摩之后去拥抱这个治疗师 but the therapist feel uncomfortable 这个治疗师感觉不舒服 我不想跟你抱啊 你是一个客人 我干嘛要抱你 这个时候就叫做personal boundary 个人的界限 你允许他了 你就跨越界限 你不允许他 你就是一个保持一个界限 所以大家要对保持界限 跨越界限 这几个词要单独记忆 你要分清什么是跨越界限 crossing 什么是保持呢 是mention 一定要搞清楚啊 你拒绝了这么一个不舒服的一个情况 不应该产生的一个情况 就是保持你自己的专业界限 如果你接受了 那么就是一个跨越界限 注意啊 好 下面还是拥抱的例子 the practitioner an emotion give the client a hope without clients the constant is 这回反过来了 这个按摩师啊 不动声色 在没有任何预知的情况之下 给了客人的一个拥抱 这个时候 而且还没有得到客人的councing councing是同意 也叫cross boundaries 也就是说 无论是亲吻 kiss还是拥抱 在没有经过对方同意 和舒适的 这样的认可的情况之下 这种行为都属于一个跨越界限的行为 大家要了解这一点 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 有的按摩师也喜欢在结束之后 和客人做过拥抱 实际上是跨越界限的 这是不允许的 客人想要抱一抱按摩师 按摩师如果不喜欢 可以明令拒绝 好 那么都说了 这都是跨越界限的 再看看下面一个 in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easonary 在以下哪种情况以下 at as a pro kid 是合适的 for a practitioner and client the hope after a sitting and still mansion 说抱一抱拥抱一下 在西方是一个礼节性的动作 那么哪一个是appropriate 是允许的 是合适的呢 怎么样情况抱一抱才是合适的呢 这道题给了大家一个明确的表示 the client 这客人 ask for a hope 客人要求一个拥抱 and the practitioner feels comfortable 这按摩师没有感觉到不适 这个时候 give the client a hope 是可以的 大家注意这个顺序 客人提出 按摩师没有感觉到不舒服 他表示同意 这个时候是可以的 只有这么一种情况 是客人先提出 这个呢 也是一个我们 很广泛的一个原则 就是一切的行为 是客人先提出 我们按摩师考虑到 是在界线的范畴之内 可以同意的 就属于保持界线的正常行为 就是可允许的 那么反而言之 按摩师是不能要求一个 按摩师不能主动提出去 拥抱客人 大家记住啊 这个在职业操守上是不允许的 有很多按摩师喜欢这个样子 结束的时候 来 给客人 这个表示友好 拥抱一下 客人挺高兴 其实这是不允许的 只有客人提出 而我们按摩师自己 没有不舒服 感觉到OK的情况之下 才可以做这个动作 大家一定要记住 好 以上说了关于行为上的 我们再看看情绪上的 是不是界线 一个按摩师被一个客人吸引了 这个时候呢 practitioner become disturbed to client and narrow for keeping next appointment 这个按摩师啊 有点分心 和紧张 紧张什么呢 对下一次的预约 这个时候 what practitioner should do 应该怎么办 很明显 按摩师被客人吸引了 他对下一次的预约很紧张 小路乱撞了啊 喜欢这个人 那么他应该怎么办 怎么处理 遇到这种情况下 应该怎么处理正确 题目给了一个 示例 叫做 ignore attacked with the client and the pralzy massage 忽略 忽略这种感觉 不要让他产生任何的心理上的乞怜 忽略这种感觉 忽略这种被吸引的感觉 然后呢 继续做按摩 保持冷静 这是他应该做的事情 那么反过来说 这道题 如果要是问你 疑情和反疑情 应该选谁啊 是疑情还是反疑情 哎 这个 这个是反疑情 这是反疑情啊 为什么是反疑情的 是这个按摩师啊 被客人所吸引 按摩师感觉到紧张 人家客人不紧张啊 人家客人无所谓 因为按摩师对于下次客人到来 而感觉到紧张 所以这个属于 按摩师心理产生问题了 他产生变化了 这个属于反疑情 注意啊 这道题是稍微有一点点难度 这是反疑情 一定要看明白 一定要看明白 如果要是客人 喜欢一个按摩师啊 他主动 这个给你送礼物 那可能是他的疑情 但是这个属于反疑情 那么遇到这种反疑情的 按摩师不太专业啊 心理上产生变化了 应该怎么办呢 应该忽略这种自己的变化 继续好好的给人家做按摩去 那么或者说他应该继续进修一下 因为不够专业 好 我们再看下一个 还是对心理上的一个实例 A practitioner finds herself looking forward to her next client of the date 这按摩师啊 感觉到他自己怎么样 looking forward是期待 期待着他的下一个客人 在那等着呢 刚才这个是紧张 害怕这个客人来 这回呢 他盼着这个客人来 She finds him friendly 感觉到这个客人啊 怎么样呢 特别友好 commonly and attractive 而且有吸引力 She rental fantasies about him which cause her to run over the time 这个run over the time是什么呀 就是超过时间了 超时了 经常把这个时间超过了 客人约了一个钟 做了一个钟 连15分钟都不想下 不想结束 因为他特别喜欢这个客人 这种时候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the best action for the practitioner to take 这种情况 是应该发生的吗 不是 啊 这是跨界了 为什么 因为按摩师 期盼着这个人来 他心理上产生问题 这个属于 反疫情 那么对于这种行为 应该怎么办啊 给了你一个实例 叫做 recording her feelings 认识到他的感觉 for the client inapprocate 是不适当的 and re-repeat her behavior 并纠正他的行为 那么对于这些题 大家只能理解 没有固定的答案 啊 这道题告诉你说 认识他感情是不对的 然后纠正他的这个行为 或者换成这个 忽略这种情况 然后继续按摩 对不对 也可以啊 对吧 这没有区别 那么再换一个 移情和反疫情 给你选一个正确的答案 是反疫情 对不对 也对啊 所以这种题 必须是理解 这种题完全没有一个 固定答案对着 你只要理解 它是什么意思了 才能去正确的选择 他的正确答案 这种题 尤其道德题 千万不能死机应位 死机应位 就完全找不着答案了 好 又给你一个 这是真真实实的应用题了 The practitioner 这个按摩师 was attached 一看到这个字 我们出现三次了 大家有没有印象 这当什么讲 这吸引啊 被吸引了 attracted 被吸引了啊 出现三次被吸引了啊 by her male client 这按摩师啊 被他的男性客户吸引了 every time the client come to massage 这每一次 这客人来做按摩 she felt very nervous and could not stop looking forward to the arrive of the client 每一次客人这个来 他都感觉非常紧张 然后不能停下 什么呢 不能停下 looking forward 是期待 期待他的到来 啊 这有点发花痴了啊 这客人很帅啊 大帅哥 每次一说 哎呦 他下次什么时候来啊 他盼着来 这个时候 she posted her mode on the facebook 而且他在他自己的facebook上 啊 在脸书上 发表了他的心情 and the most appropriate way for the practitioner was 这个最适合的一个方法啊 对于这个按摩师是什么 这个是标准的发花痴了啊 觉得这客人特别的帅啊 喜欢 这小伙子真好啊 又这个很友好啊 看着又养眼 然后呢 天天在自己的脸书上 写朋友圈 我们如果要是华裔的话 就天天在微信上啊 写一些朋友圈 哎呀 我遇到了这个 我的王子啊 YYDS啊 这是我永远的神 我的爱豆 这个时候 你应该怎么办 是正常的 好 给你这个答案 又回到上一道题 认识到他对客人感情是不断的 并纠正他的错误 可以吗 可以 完全可以互换啊 但是他给你的呢 叫做 把你脸书的这个心情啊删掉 告诉自己 这不应该这样做啊 你不应该对客人产生任何感情 然后呢 你要寻求咨询 咨询什么呀 问一问这个 老师 你看我这个行为 这个思想 是怎么回事啊 对吧 做做心理咨询 来调和平衡一下 那如果 这两道答案 同样这一道题 这两个答案放在一起 删除脸书是更优的一个选项 为什么呀 因为这道题提出了他在脸书上发表自己的看法 大家注意 依次 他提到了 题目当中提到了一个专业的Facebook 你在脸书上做了一些事 那么你首选的就是你要把脸书的这个删除 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答案 我们可以选择认识他这个不恰当的行为 并改正 如果这个还没有 那么就忽略被客户吸引的事实 你就继续做按摩 这些答案是依次可以顺选的 但是一个比一个主要 一个比一个更恰当 我们这个考试 这个联邦资格认证考试 他给你四个备选答案 让你选一个最优选项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个原则 最优选项 并不一定这里面只有一个正确答案 但是总有一个是最正确 往往这个题目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所以大家一定要分析 分析哪一个是最优选项 好 我们看看下一个 他又举了一个什么例子 这个例子也比较特殊 也是我们可能会遇到的 A therapist Grandma 这个治疗时的奶奶 loves to receive massage 喜欢按摩 这个奶奶经常去按摩 很喜欢 and grandson 就是他孙子 孙子 doing for her 这个孙子给他奶奶按摩 however 然而 join the season Grandma keep to make sensical comments regarding the treatment 这个奶奶经常提出一个批评的意见 对于这个治疗 首先他交代了 a therapist Grandma 这个治疗师的奶奶 经常对这个孙子提出了他治疗方面的一些批评 说你这做的不对 我很喜欢按摩 我知道怎么样是对 what is the proper action for the therapist 对于这个治疗师 你因什么样的情况是对的 你应该怎么做 给你的提示答案叫做 agno keep massage to end 忽略 并保持 按摩到结束 为什么 大家想想 他为什么要给这么一个答案 忽略他 他说什么 我不听 为什么要给这么一个答案 就是因为我们的按摩师啊 是专业的 我们有执照 我们是执照按摩师 我们有执照 我们知道应该做什么 不应该做什么 他的奶奶是客人 这客人不专业 你不能听他的 所以这说明了一个问题 在我们和客人交流治疗 的过程当中 当我们拿到执照之后 和客人在做按摩的时候 客人提出的一些问题 他是批评你做的不对 还是如何如何 你可以跟他交流意见 但是要保持我们自己的专业性 不能客人说什么 我们做什么 大家切记这一点啊 这一点非常关键 从一般治疗上来讲 客人不懂 他让你给我撑撑脖子 撑撑腿 我们考虑这个是禁忌症的时候 我们应该坚决拒绝 不能动 比如说我们做病理的时候 一个客人过来了 他刚打完止疼针 注射完止疼针 但是他觉得还止不住疼 说阿摩师 你给我使劲按一按 这个时候我们坚决拒绝 我们不能说客人说要我按的 我就给他按了 错一旦出现了任何的问题 保险都不保 为什么 因为你超出了自己的职业范围 你明知道他是禁忌症 你还给他做 这是我们自己的失职 大家注意啊 这是直接影响到我们职业生涯的一些事情 那么另外 在按摩这个行业当中 有一些按摩师或者客人 有过度的这个性要求 有这个涉黄的情况 那么判罚 基本都是按摩师被判罚 依据的也是因为这个 我们是专业的 你知道什么是应该做 什么是不应该做 当客人做出过分的行为的时候 你要坚决拒绝 因为他不是专业 他不知道应该做什么 我们知道这种行为是违规的 我们不能做 那么一旦出现了这样违规的行为 所有责任都在按摩师 不论按摩师是男还是女 都有过这样的情况 大家切记这一点 切记这一点 所以一旦出现这样的纠纷 对于我们按摩师是非常不利 基本上赢不了 好 我们再看下一个 又一个例题 The practitioner spend the entire season entire 一个按摩师在整个的这个期间 asking about client personal lives 干嘛呀 他询问这个客人的 私人的 个人的一个生活 跟他聊天 你这怎么样 结婚没有啊 这个有孩子吗 这都属于很 个人的这个问题 这个属于什么呀 Valation of boundaries 大家注意这个词 Valation 跨越界限 违反了一个界限 违反了一个界限 Valation of boundaries 这个等同于crossing 这些同义词大家要注意啊 什么是跨越界限 Valation boundaries Crossing boundaries 都算 都算啊 一定英文不好的同学 要把这个专职记一记啊 这一章呢 单词要多看一看 多记一记 他互换的频率非常高 不像是以前我们学这个 运动机能学啊 或者学生理啊 他叫什么就是什么 哪个肌肉就是哪个肌肉 这些题不是 他经常会互换同一次 问个人生活是不行的 这个属于跨越界限 大家记住这种情况啊 好 又有一个 A practitioner has a client who is also a client 或者是 Lawyer 一个按摩师 有一客人 这客人呢 是一个律师 那Join the season 在整个的这奥过程当中 The practitioner keeps up seeing Asking the client 一直问 问这客人什么呢 Legal questions 法律问题 What is the constant 这个是什么情况 怎么考虑 刚才是问这客人的个人生活 这个就是知道他是律师 就一直问这个法律问题 这也属于什么呀 叫crossing professional boundary 跨越个人界限 对吧 你是人家是来干嘛的 客人是来干嘛的 是来做按摩 来放松 你就给人做放松就好了 你不要问一些法律上的问题 仗着这个时候 可能不收你资讯费 不应该这样做 或者 他给你另外一种打法 叫personal gain 一个个人利益 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是出于个人利益的考虑 为了自己 这种的答案会出现过 如果出现 大家有一个印象 知道 他如果要是答案当中 没有这个跨界 这个属于什么 属于他 为了个人利益 有可能出现这样的答案 但是呢 从专业角度上来讲 出题者出这个bundary的几率会更大 因为这属于考点 好刚才举了两个例子 不能问个人问题 也不能问人客人的专业问题 这都属于跨界 好下一个 which of the following 以下哪一个 can be constant and example 举一个例子 after crossing the crossing of professional boundaries 跨越一个专业界限 以下哪一项被认为是跨越一个专业界限呢 share and ruin emotion pain with the client 分享一个没有解决的emotion 情绪痛苦 这个pain是痛苦的意思 情绪痛苦 with the client 对于这个客户 分享一个情绪 分享一个情绪对于客人 我们做按摩的时候 不能够分享任何的情绪 无论是我们自己的 还是客人的 对情绪 我们不做任何的表述 所以一看到share 分享 一看到emotion 这个就属于crossing boundary 这个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对应的观念 自己一出现情绪的波动 emotion这个词一定要认识 情绪 在我们的这个专业范畴 还有这个伦理道德当中 emotion这个情绪可能会经常出现 客人的情绪 个人的我们的按摩师的情绪经常会有 对于情绪的分享是不被允许的 好 我们再看下一个这个应用题 很具体的应用题 at the end of bodywork season bodywork就是我们做按摩 就是massage 就是一样的意思 season就是这个过程 这个大家应该现在都认识了 season这个过程 end结束 在结束了一个按摩的这个过程之后 the client asked the practitioner to go to dinner 这客人要求这按摩师 走啊 一起去吃饭去 吃晚饭去 刚才的例子是 走啊 我们去约个会 这个例子呢 是去吃个晚饭 这个时候 the practitioner says no 不 我不去 this is an example of the practitioner 这个是属于什么 给你的答案叫 setting clear professional boundaries 设定了一个清晰的专业界限 如果我没有setting这个词 大家想一想可以替换成什么词 刚才我们刚说过例题 他用的是什么词 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们刚才的一个例子 他用的是mission 保持一个专业界限 保持和设置专业界限是一个意思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一个clear清晰的专业界限 无论他前面是设置还是保持 无所谓 我们说不 对于吃饭 吃晚餐说不 对于约会我们说不 这个都是一个保持了专业界限的事情 好 我们再看下一个 a practitioner saw a client 这个按摩师看到一个客人 saw a client 看到一个客人 and the client's supposed in the grocery store 看到这个客人和这个客人的配偶和他这个爱人 在一个小杂货店里面 which of the following action is the most appropriate for the practitioner to pick 你这个时候要怎么办 抬头不见低头见 这个时候你看到他怎么办 给你的答案叫做smell and angle in conversation only of the client's start one 微笑 怎么样的时候在参与这个交流呢 只有这个客人start开始的时候在参与对话和交流 这什么意思呀 一旦你在你的按摩诊所或者是你的按摩店以外的地方 碰到了你的熟悉的客人的时候 只有当这个客人和你打招呼 表示愿意交流 你才能回应 按摩师不能主动在公共场合和客人打招呼 你走到外面 把弄上溜接的 你看人家带着女朋友或者带着妻子溜接的 一喊 王大哥 这些日子没来做按摩呀 得 出大事了 我跟你说 不能打招呼 只有当客人跟你打招呼的时候 微笑回应一下 您好 他会去解释这个是什么 对吧 你是哪一个朋友 我说我怎么认识你 他会去解释那是他的事情 我们自己按摩师 不应该主动去打这个招呼 所以大家注意这个only after clean start 只有当客人开始的时候才可以 这是一个基本原则 这是一个基本原则 好 我们进入到下一项 刚才说了一些基本的 什么是专业规则 什么是道德 那么下面一个叫code of access 的volition 违反 违反道德 什么情况是属于违反道德 刚才说是道德正常 违反道德是什么 应用题就比较多了 我们看一看 a couple come for massage and the wife receive her season first 一对 couple是两个人 一对夫妇做按摩来 然后呢 这个妻子 先这个wife 这个妻子 先做了这个按摩 before the second season begin 在第二个开始之前呢 the husband 这个老公呢 说了 taught the plan taught the practitioner 告诉这个按摩师了 you don't need to change the seat for me 你不需要换这个床单 给我 我们都一家人 没事 我媳妇做完了 我做 不需要换床单 这个时候 so the practitioner switched the seat inside out 按摩师倒是挺听话 这个时候 他把这个床单 换了个个 把里面换到外面来 and then redress the table 整理了一下 这个按摩床 and then continue for the husband 继续给他的丈夫做 the conduct is the constant as a volition of 这个时候 这种行为 违反了一些什么规定 不换床单 违反了什么规定 简单说 就是这个 不换床单 违反什么规定 至少大家认识 这个 seat 床单 change the seat 换床单 不换床单 违反 volition 这个叫 道德 and sanitation 和卫生 违反了道德 和卫生 这个不行 必须一个人 一个床单换 就算是客人 自己要求的 也不行 大家注意啊 尤其在很多按摩店当中 不愿意给客人 换床单 因为洗着麻烦 这个是违反 我们道德和卫生规定 原则上必须 一个人 用的所有的毛巾床单 都要调换 都要清洗 用一次都要洗 这个要切记 the practitioner 他还有另外一种问法 the practitioner is the operating mobile practice 这个按摩师呢 经营了一个流动的 一个诊所 随时到别的地方去 he visits 他旅行到了一个地方 其实他就到达了一个地方 a home 到一个家里 to give a massage to both the wife and the husband 给了这个妻子和丈夫 一起做 这个按摩 after the wife received the massage and the lips 当这个妻子呢 结束这按摩 离开了 the husband arrives and decides 这个丈夫 来到这儿 说了 说什么呢 you don't have to change the sis for me 你不需要给我换这个床单 the practitioner decide to turn the used button and top the seat inside out and radius the massage table this is a volution of 他把这个床单 翻过来 换了个个 整理整理 这个床 就给他做了 这个未算是什么 从第一眼上看 大家仔细看 这两道题 你一看开头 什么这个那个证 基本上没有相同 说的都是一件事 说的完全是一件事 但是人家用的这个词 根本就不一样 可是重点是一样 什么是一样 换床单是一样 不换床单是一样 所以大家注意 对于这些 一定要记重点的词 表示状态 这说了一件什么事 首先我们把这事记清楚 我们做按摩 必须要换床单 每一个人都要换 那么不需要换床单 违反了什么情况 道德和卫生 不管他用的是什么词 无论他是姐妹 还是妇女 父子 还是什么这个两口子 都无所谓 无论是谁说 不需要换床单 都不行 大家主要记住 这个就可以了 好 我们再看下一个违反道德 A physician in practice 一个医生 介绍了一个客人 to practitioner 给这个按摩师介绍了客人 but practitioner should give $10 to the physician for each client 很会做生意 这个医生 给客人 给这个按摩师 介绍客人过来 但是这个按摩师 需要给这个医生 每个客人10块钱 来客人给他10块钱 这个是属于什么 这个叫 an askovolition 或者叫kickback 这是违反道德的 这个叫做回扣 kickback 回扣 或者呢 他给了你另外一个说法 the MT MT是massage surface 按摩师 give the chiropractor chiropractor是脊椎师 这按摩师啊 给鸡飞师 10$ for each client heer free 这个脊椎师 每给按摩师一个 介绍一个客人过来啊 他都给他 返还10块钱 what is this 这属于什么 叫kickback kickback这次 大家认一下啊 回扣 回扣是不被允许的 同业当中的回扣 是违反道德的 不被允许的 大家记住这个啊 这个原则很关键 像我们医疗系统当中 护士 医生 脊椎师 物理治疗师 我们的按摩师 还有各种各样的家庭医生 这都属于同业 同一个系统当中的 他们互相介绍客人 拿到回扣 这个是不被允许的 但是 客人之间互相推荐 你给客人的一个 优惠的 价格 或者给他一个好处 这是可以的 大家一定要分清楚啊 如果是客人之间产生这个问题 是可以的 但是只要他利用植物之间 是我们同业当中的 一个系统当中的 就是不行 这个就叫回扣 这有明确的区分 大家注意这一点啊 你打广告 你说这个老客人带一个新客人 我给你优惠10块钱 或者退还10块钱 可以 没问题 这是正常的营销 但是 如果要是医生给你推荐客人 你给人 返还10块20块 这个就属于回扣 这是错误的 一定要把这个记住 好 除了这个是违反道德 回扣是违反道德的啊 比如说换床单是违反道德的 我们再看看什么是违反道德 一个按摩是得到了一个证书 of the attendance for 3-4 hours 三四个小时的 continual education continual education 后续教育 similar diet covered an overview of working with the cancer patients 这三四个小时的后续教育 是干嘛用的呢 给癌症病人做按摩的 she know 她现在怎么样呢 adventures that she is the certified in oncology 这个时候呢 她打广告 ADV啊 一看到这ADV开头 是广告 她打广告说什么呢 她是一个啊 有肿瘤按摩认证的这么一个啊 按摩师 就是因为她学了三四个小时的后续教育 这个属于什么 这个属于违反道德 啊 这种广告是不能打的 在我们开店或者我们正常的做按摩的时候不能标榜自己是这样的啊 我们拿到执照之后呢 每两年 也就是每到单数年 会做renew 后续教育 执照更新 啊 这个都是固定的 无论你是什么时候拿到的执照 每到单数年 比如说今年2021年 就是单数年 在佛州 就是更新按摩执照的年份啊 这个每个州不一样 每个州的时间也不一样 年份也不一样啊 以佛州为例 每到单数年就要更新 所以就是两年更新一次 你说我去年拿到的执照也是今年更新啊 他不管你拿执照拿多久啊 固定在单数年更新 在更新执照的时候呢 有24个小时的这个后续教育需要学习 你可以任选不同的课程 各种各样的课程 什么退拿呀 这个CASU啊 对吧 阿尤维达呀 或者什么Lymphomassage 这些都有这样的小课程 你可以任选 但是呢 不过几个小时 都在24个小时之内 那么你学了这些 就会有一个小的证书给你 说你进行后续教育学习了 那么你可不可以拿着这个打广告 说我就会做这个了 比如说我学了两个小时的 淋巴按摩 我就说我是淋巴按摩的大师了 我可不可以这么标榜自己 打广告 不行 大家注意这样是不行的啊 所以这个属于违反道德 那么他又给你举了另外一个例子 A practitioner advanced he is the CASU master master大师 一个按摩师呢 打广告 说他是一个 指押大师 日式指押大师 but 但是 only has some experience and siasu training 他只是做了一些 指押训练的 有一些经验 关于指押训练 他也没有认真的学 也没有证书 what is this condition 这个属于什么 给了你一个词 叫做 fair wrong 欺诈 欺诈 这个是不对的 这是违规的 这属于欺诈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认知一下 不能够以几个小时的这样的一个学习 作为自己广告的一个标榜 好 在下一个 提到了一个经常说到的词 叫做 dual relationship 双重关系 which behavior 哪一种行为 by a practitioner is the consonant to be partional bridge of the ask conduct 哪一种行为 是被打破了这个 伦理道德的 叫做 双重关系 普遍的认为 这个双重关系 是不道德 所以大家认这个词 dual relationship 多 多重关系 就是双重关系 道就是双的意思 那么这里又给你用了另外一种写法 叫做bridge 打破了 我们刚才以前讲过叫违反了道德 跨越了道德 对吧 这里又给你的bridge 打破了道德 都是同样一个意思 英文不好的同学一定要把这几个啊 违反道德的写法认认真真做一个笔记 然后把它记录下来 念熟 备准 一定要把这个认准啊 因为你不认识这些说法 你不知道他说的是违反道德还是遵循道德 你是没有办法去做判断 好 打破道德 属于双重关系 双重关系是不对的 那什么是双重关系啊 这个双重关系其实有好多种啊 比如说同事之间的 师生之间的 你同样是按摩师又是同事 同样是和客人又是同事 又是朋友 这都属于双重关系 但是呢 一般在这里面 特质和客人之间的双重关系 就是有一些暧昧关系 这个是不道德 大家把这个了解 双重关系呢 在这个下一章啊 这个下一次课会着重讲 那这是一个考点 道瑞雷雷神系 一定要把这个清楚 必考肯定会考 好那么最后一个例题 我们看看说的是什么 a practitioner 这个按摩师 working at the balls a spa and a perkyd office 这样按摩师啊 他在一个spa工作 和一个private 私人的办公室 私人的诊所工作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你啊 自己有一个小店 或者呢 你自己有一个工作室 你也出去做凹口 自己干 那么同时啊 你还在一个按摩店里面 做工 做个兼职 或者做个什么 这个时候 after the season 做完了这个按摩了 she regularly give the client a private practice card 你做完客人之后啊 递给客人一个你自己私人的名片 这个 conduct is constant 这个属于什么 他告诉你 这是不道德的 道德 esco前面加上un 表示否定 不道德 我们不能给人家一个私自的名片 大家注意啊 这个是不对的 经常会有这样的人干这个事 真有这样的人干这个事 自己开小店 然后到外面去打工 到附近店去打工 然后一边打工 一边拉客人 经常会有这样的 不好 这个属于不道德 他还有另外一种写法 叫做 an independent contractor 一个个体户 works in a spa part time 他在一个 spa里面做临时工 and he give the personal business card to client 因为他自己本身是个体户嘛 独立成猫上 他自己干 然后他给一个个人的名片 这个时候 which of the following the correct describe of condition 这是哪一个是正确的描述 这是不道德 对于这个啊 大家只要记住这个priority car privy 个人 或者personal business card 就是个人的名片 一看到给客人什么什么什么卡 card 什么名片 大家就知道这是给个人名片 啊 一文不好的同学意料理解的聚集 给客人一个什么东西 给客人一个什么东西 什么卡 这个就是名片 给名片是不行的 不被允许 所以客人问的时候 你最多说啊 你叫什么名字可以 你不能给客人自己的这个名片 这个属于不道德 啊 我们今天呢 讲了这么几项啊 什么是道德的行为 什么是这个 界限 什么是不道德 违反道德 下节课呢 我们会介绍另外两个也是主要的一个项目 一个是治疗关系 啊 还有一个双重关系 大家可以预计一下啊 并且复习一下 今天内容不是太多啊 下节课是这个重点 好 今天的课程就讲到这 咱们下节课